北部各著名旅游景点包括河内市、河江、河南、山罗省的牧州、菊芳国家公园、永福省的三岛、广宁省的夏龙湾、老街省的沙坝等。 越南旅游协会代表评价说,北部地区各省已有效对接,推出许多新旅游产品,吸引大量游客人数,拘留时间更多,为全国旅游发展,做出积极贡献。 为了提升旅游产品吸引力,各省的旅游单位已进行了多个考察活动,逐步形成新的旅游线路如朝着一程多站方向连接发展旅游,实现服务多要化。 2023年,旅游收入约达14.8亿美元,同比增长52.5%。 其表明包括北部各省在内的各地方旅游刺激计划已发挥作用。 河内、广宁和宁平等北部省市都基深2023年游客人数和旅游收入最多省市行列是一个证明。 为了扩大北部各省旅游线路,助推2024年旅游蓬勃发展,今后需加强高尔夫旅游、会讲旅游、文化旅游、生态休闲旅游等新旅游产品连接开发,让各旅游线路更加有趣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